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Brent 大盘今天有回彩 那早上布拉德的讲话还是表达了一个比较鹰派的观点 包括今天盘中时间段的几位美联储的官员 也有鸽派的,但是鸽派的表达我看也挺鹰派的 所以整个的市场在美联储要加快 就是减小加息的步伐的同时 可能要扩大加息的幅度、深度 和维持较长的时间的压力下 大盘今天是出现了下跌 早盘跌来挺多的,但是反弹也是非常猛的 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要微型反转了 早盘猛烈的下行,然后盘中强烈的反弹又下来 那我今天的这个账户是没动 较比昨天的没有动,它这个数字不太准 因为牵扯到昨天半夜好像是 反正还牵扯到昨天半夜盘的收益 我现在还是3万块钱和昨天的29,900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为什么今天早上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跌到底下的时候,账户是去到了34,000 但是我也没有止盈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长线的看跌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下降趋势是比较明朗的 或者说这个下降通道它没有做一个跌破 我觉得就没有走的必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道琼斯的图形 今天的道指可以说是非常重的,达到了支撑点 非常标准的达到了支撑 因为大家可以看这是道琼斯,我们画一个上升通道 很标准的达到了支撑点 那这个支撑点这么有效 那我就想看看,当然大家有两个选择 我是想看看它这个压制的形态能不能上去 因为毕竟还是均线联合嘛,大家当然可以等这个上升通道跌破的时候 再去进场,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上升通道跌破了 确认了,你再去进场做 但是我们今天呢,我是不是看了标普,整个标普还是一个下降趋势 比较弱势,重新的被均线向下给压着了 所以我就想等等看这个下降通道,什么时候能不能突破上去 如果明天呢,大家要注意明天,明天是乐器权的结算 应该呢会比较不懂的,那如果明天再往下跌破了今天盘中期的这个地点 盘中的地点,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做空的 大家还是要进场去下属做空 今天盘中的地点对纳斯达克来讲是11625 对标普的这个期指来看的话是3929 3929这个地方跌破了,是我觉得可以去往下做空的 昨天呢我给道琼给了个33333 我说33333呢如果跌破了 这个盘中斯呢应该是可以去看空的 然后我没有朋友记着这个点位了 今天早盘的时候呢跌到过33333 然后但是跌下去之后就拉回来了 那我还是维持这个观点是不变的啊 我觉得现在呢它是一个下降通道 道琼斯这是一个下降趋势 然后道琼今天是早盘的时候达到的这个低点 正好是上升通道的这个下延边 他从前面的一个整理平台 本应该向上去做这个三角形 向上去突破的时候 这个整理平台下了个台阶 下了个台阶之后再下一个台阶 低点下1 然后高点也再下1 然后呢打到了前面的这个低点处 比如说他来了一个反弹 我为了进一步的下行 我觉得是可行的 反正我今天的持仓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还是在这个空土的仓位上 这几个周啊就是过去的挺长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一到礼拜五我就开始亏钱 特别准一到周五就开始亏钱 我也不知道这个周五会怎么样 明天给我整的都有点紧张了有点 但日子还要过就这么个往下走法吧 现在呢昨天大家说有很多人关注我的节目 让我做的节目不要这么短 我主要是没什么方向 他不是我没有方向 是大盘呢现在没什么方向 你看横盘整理 你说我这咋整 也需要一个时间来等待一下方向性的选择 但我给出的观点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 就是中长期对于道琼斯的看跌 我是看跌道琼的 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在看跌道琼 包括我看到的关注的很多人都在看跌道琼 可能看跌道琼变成了一种市场当中的一个常识 一个共性 不知道 要大家都认为看跌的话 这个东西还真的跌下去吗 那我也不觉得自己非要走和寻常人不一样的这个道路 反正我目前呢还是是有看跌道琼的仓位 然后也有纳指看跌的仓位 反正目前呢就是这两个看空的这个姿态 然后小盘古啊今天跌的有点惨 不过呢小盘古的这个上升趋势也没有改变 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上升趋势 这个图一画 这造型非常的标准非常的精准 大大的上升通道 破了200周期均线 那我估计能有一波小震荡小反复吧 好吧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美元要涨 我现在呢看30分钟的图形啊 我就觉得美元从这个底下拉起来以后 这个平台呢我觉得美元暂时性的止跌了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整理平台结束之后呢 美元应该还会凸上去 应该美元还会再往上走 所以我是有一些看涨美元的 这个美元涨了大盘很难不下跌 目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同时呢我也在关注两年期 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如果两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 选择了头肩顶向下破位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走一个 类似于美元的那个下跌的趋势 你像美元最近一段时间回调了这么多 可是对于两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 我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变化 那这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依然很坚强 所以我现在在看它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是个头肩顶 如果是个头肩顶的话 我觉得大盘的反弹应该还是可以再涨一涨 再持续一下的 那现在来看的话美元也很强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10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也没有看见什么特别明显的破位的迹象 所以我对市场呢 就目前来讲的话就乐观不起来 还是偏微观的 然后道琼斯呢 不行 看空 不好看 看空 然后明天能否在今天的下影线里面运行 现在是格外的重要 然后今天的纳指呢 因为收出来的下影线 如果明天呢能在这个下影线里面运行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行 就表达一下小观点 就是还是继续维持着一个看空的一个态度 你说今天早上大盘跌了那么多 然后掉下来之后 我们没有减 这个呢一定程度上也和心态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看中的是一个中长期的下跌行情 就不要太为了短线所影响到 这个有的时候大家的交易 就是因为你把一个方向做 你从向上做多也行 现在做空也行 你把一个方向 就怕你呢老是摇摆 一看涨了不行不行要做多 一看跌了 哎呀不行又要做空 你这一犹豫当中震荡行情就把通杀了 比较危险 好 行那我今天的节目就讲这么多 然后呢感恩节的福利 然后大家可以扫二维码 差你再分二零二 就是电话 八零零九五八八六一 和我们的客服去询问 好吧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感恩节的福利 然后快到感恩节了 会不会有感恩节行情 感恩圣诞行情 会吗 我现在没那么乐观 你就看这个是五分钟上面 这个小小的纳斯阿克的祖师托 这个五分钟上面的话 叫昨天的这个局部的小高点 这也是一个下行啊 也是一个下探 不能忽视整理平台的一个重要性 昨天晚上形成了一个整理平台 因为昨天就是下来了啊 昨天下来之后日内反抽 尾盘又下来 来回来震了这么两下 震了这么两下呢 隔夜市场轻轻的往上点了那么一下 点了一下之后直接就砸下去 布拉德的讲话 你说他鹰派 那鲍威尔前两天早就跟我们讲过了 你现在不能指望任何一个美联储的官员 是一个隔派的态度 不可能 他没法隔派 隔调主基调已经给出来了 你这个零售数据这么强 消费这么猛 美联储的观点和态度就是 一定要再三强调2% 你别鲍威尔在外头讲 我们要回归2%的这个通胀 完了以后现在通胀6% 7%这么高 其他的美联储主局说我看6%也行 那不开玩笑吗 那不拆台吗 所以美联储的这个官员们呢 他没有理由鹰派 鸽派现在 所以讲的话呢 都是鸽派的 那鸽派就下跌 不好意思 鹰派就下跌 就我感觉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所以不要只指望着他们能讲出来什么鸽派的话 市场已经不具备让他们这么讲话的这个氛围了 反而呢他们对于在这么样子高强度的加息的背景下 你们零售表现的还那么强劲 这是对美联储全力无情当中的一种蔑视 他不开心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他不知不觉当中 从这个平台是从上方的三个平台掉了三个台阶下来了 现在已经打到新一轮的这个平台了 这个平台的整理 它是低于前面的几个平台的 他在下台阶 好吧 他在下台阶 并且这个高点呢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看这个分视图上面的这个高点 它是有所压制的 有所压制的这个图形 得走两步 多等等 多看看 反正呢我没那么乐观 我觉得往好了想 这块可能是震荡 如果这个30分钟级别呢 现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出于一个小宽幅震荡的时候 那要等方向 要等方向的 我不知道能选哪一个方向 但是再等等看 然后特斯拉 我说要结束 结果还磨磨叽叽的又讲了半点 特斯拉走的是真差的 表现的是太弱太弱了 这个标准的下降趋势 你说你怎么看着 这咋看着 特别难看 而这个底下的这个图形呢 也表现得不好 今天说是可能要辞去CEO的职位 然后专注于做产品 我看他好像要把很多的精力 放到推特上了 又找到了新的发光发热的点了 不是真的辞职啊 他还是要专注于产品 那还行 因为他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不适合管理 但是是一个很天才的人 好好做产品 把项目给做好了就可以了 但他还是董事长吧 不过特斯拉如果没有了马斯克 那就完了 他一定要有马斯克在才行的 所以马斯克我想来也不会去离职的 离开这个公司的 如果离开的话 特斯拉今天就不是跌2%了 跌20%都有可能 还有NVDA 你这样今天大盘早盘的时候长得那么好 然后盘中后期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好 理论上来讲 在NVDA昨天爆出来了比较不错的业绩之后 他应该在今天是非常亮眼 他应该是全场最亮的那个仔 如果资金真的想做多 真的有意向推高整个市场的话 他不太会出现今天这种NVDA早盘强势 但盘中后期表现弱势的情况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斯拉马斯克在抛售 NVDA这边呢 这个盖他涨 他今天完全可以借助着业绩嘛 哈啪啪往上涨 机构们进场 把这个股价拉起来 可是呢 他涨不起来 他这个量在今天业绩的情况下呢 放的不多不少 我就觉得呢 今天的这个走法应该是有资金 在借助着业绩大盘推高的时候卖出去 卖给了别人 就像你前一段时间看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票大家都在涨 怎么特斯拉就涨不起来就在往下跌呢 那是因为有人在卖 马斯克在卖 今天给我的感觉 NVDA也有人在抛售 那如果资金连NVDA 连这么低的位置上的NVDA 都不愿意青睐的话 我对这个市场很悲观 马斯克在这么低的位置上还要卖股票 我很悲观 然后美联储的政策观点 我也是比较悲观的 道琼斯的这个位置 大日线级别的这个位置 做多我是真来不了 真来不了啊 所以整体吧 中长线还是抗空 短线呢 有可能会涨 那就得扛 扛住 空头们你们我们的春天就会非常灿烂 就扛吧 千言万语就一个字扛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然后我们明天见